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6点56到了加州星光天地三壁这个站 什么叫新消费 我身后这里就叫新消费 好多大挖车 有好多个队伍在这里集合 掌握年轻人才能掌握未来呀 又开始我的每周一山 今天我立个Vlog 鱼胖准备把重庆周边 比较火的徒步路线 都全部说一遍 今天我来到了玉带山 之前去了什么龙极 还有什么深风 都打卡完了 大家如果说也想来爬 对路况部署担心体力什么的 可以把我的视频看完 灵魂攀爬者 是永远在圆处发着光 但是我脚垫都做不到 即使前路一片烧烤 但是 很远意 好呢 那请哈 两只手 好呢 啊 开了你的牌 刚才一来就弄个了 加油 加油你们两个 通过这三次的徒步 我发现一个现象 徒步登山是真的会火的一个项目 为啥呢 它有三个核心要素 第一要素就是小姐姐 第二要素 客单价 性价比很高 第三个要素 就是这种体验 一直有那种新奇的体验 所以说做商业 有了这三个要素 闭火 看这种就是有沙土 屁美容级 看我的心跳 172我的心率 之前报名的时候 遇到山只是上个步 我去 给大家一个 一个攻略一个经验 千万不要问领队有好久 还有多远 都是5分钟 100米 哈哈哈哈 这个插棍 对我来说有点挡事 这个鸟鸟 看鸟对 他身上背了个鸟 我后面这个帅哥说要帮我背包包 好人呐 人多出来爬山 前面走的 一定要看一下石头 如果说那种石头很松的会掉下去的 记得提醒后面的人 我们刚刚就差一点出现 我之前在隆基的那种大堂 前面的 有两个小姐姐走不动了 快下来 五个难道 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条路的一个特点 它有很多那种金条 容易缠着脚 所以说大家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要防着金条把你拌打 哎呦 毛孔 哎呦 而且好多那种荆棘 那种有刺的 荆棘之路 哎帅哥拉开我 哎呦 那个小哥哥太给力了 我现在都没穿运动 穿的休闲裤 我就是以为我呢 散步了 悠悠闲闲的领队 这就是铁力哈 那英雄兄妹 只能把所有的驴队员的手都牵了 夸得来 哈 好厉害 背头羊顶队 你可不可以慢一点 我都差点要拿过去了 那个朋友圈里面发的明明是那种 撒害不我还穿得休闲裤 吃饭了吃饭了 我吃的三明治 我发了 我发了 我发一下 谢谢 谢谢 这小朋友好快 哎 吃完 回宫 给大家看一下 哇 那棵树 好 好生气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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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得好看的 头往后望 这样子吗 做得好看的 还做得往后望 有紫色病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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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烟菌是这个样子 长大了以后 像这种黄叶子 就是那种农村大爷 那种抽的土烟 你看 那土烟好乖 哈哈 看我烟住两个 那啥米 可以可以可以 很甜 很甜 哈哈 你们先吃一个 我们吃了 快快 这有 真的很甜 我有两个 都给你 哪个有点骨啊 哈哈哈 很甜 走了这么久 终于到了风景 最美的一段 还是值得 完全就是那种 目光森林的感觉 这个鼻子太爱了 很吓人 来之前 我想了关于秋天的 一百条文案 但是都不及 我现在看到的都没有 这个小朋友也很厉害 他参加这个队伍 就是有点费领队 终于看到车了 我的大巴车 现在终于走龙了 走了接近六个小时 消耗了一千九百五十一大卡 不容易啊 膝盖又疼了 为了这一抹秋天的这种调色吧 值得 关注鱼胖 对重庆更有想象 耶 耶 耶 对 对 对 出帐 出帐